太后 奴婢听皇上身边的人说过 皇上近日曾想嫁信百妃宫中 可是百妃报病 未能侍奉皇上 百妃报病 百妃报病 他陪哀家去新华寺进乡的时候 虽然有些虚弱 可也没说有什么病啊 小产都三个月了 怎么还没有痊愈啊 传太医过来 我要问个清楚 是 太后 臣吴正参见太后 哀家听说百臣妃报病多时 她的病情如何呀 娘娘脉象虽然微弱 但大体平和 并无大病之症 但娘娘说 经常头疼咳嗽 陈等已开了很多 温补清肺的药给娘娘服用 但至今 未见完全好转 怎么会这样 这咳嗽本就是手为极肠之病 陈等只好耐心为娘娘调理 听着 叫御药房仲太医 小心为百臣妃医治 让她早日恢复健康 好好伺候皇上 微臣遵命 下去吧 上天可真是弄人呐 我希望杨大哥 上天坠里 希望杨大哥 上时早日康复 不再遇到凶险了 只要他能平安无事 我愿意 你每天抄近 为他祈福 启禀娘娘 御药房送药来了 你先放下吧 是 夏和 在 我抄写经书的宣纸快用完了 你替我再取些回来吧 是 娘娘 小蝶 娘娘有何吩咐 药我已经服下了 你去替我换杯新茶进来 是 你经过御书房时 跟内务总管刘公公说 本宫身体仍然欠佳 暂时还不能伺候皇上 是 娘娘 好 inqua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怎么样啊 娘娘 这块画得真好看 原来娘娘除了舞姿优美 画工也甚是了得呀 本宫进宫之前 琴棋书画略学过一点 进宫以后 就很少作画了 很久没画都能画出如此佳作 娘娘真是慧智兰心 天分极高啊 你说好 未必是好 只有她说好 那才是真正的好 一辆背部 把东西收拾一下 快收拾一下 王上 休息会儿吧 我怎么 行 贤妃娘娘到了 知道了 你去吧 是 学贤妃娘娘 臣妾参见皇上 冰身 谢皇上 贤妃怎么会突然过访啊 臣妾画了一张花鸟图 可看来看去 总觉得有不对的地方 所以特地来向皇上请教 贤妃竟然有如此雅兴 来 让朕看看 皇上觉得如何 画得不错 朕不知道贤妃也会做话 臣妾只是略懂皮毛 比起皇上大师风范 还差得远呢 皇上 您看看这幅画 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这是花鸟图 这是花鸟图 只有一只鸟 略显清醒 如果在这枝头上再加上一只鸟 相互趁营的话 就显得生动 真是太好了 皇上这么一说呀 臣妾真是受益肥浅 真不知道贤妃也如此喜欢作画 真正有许多话 不如贤妃一赏 是吗 只是臣妾所事不多 怕未能欣赏到真正的神随 这没有什么 而且啊 拿朕的话来 这要跟贤妃一起少话 是 怎么样 臣妾不太懂 请皇上思教 这幅画是朕比较喜欢那幅人物画 这位女子画得非常不错 你看整幅画的背景和比例 都恰到好处 哎 贤妃啊 你知道她脚穿的是什么吗 臣妾不知 这是如意形 保证个女子一生平安 无华不贵 你再看这幅画的色彩 淡绿 深黑 墨绿 蓝 还有呢 是 皇上 您再给臣妾讲讲吧 好 你看 这个淡绿和这个红配在一起 是整幅画生动了 我淡意思是 一般来的 我淡绿和这个红配在一起 她就在 我淡绿和这个红配在一起 我淡绿和这个红配 in 我淡绿和这个红配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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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昨天讽刺了春华几句 其他的都没有 你呀 你就是不懂得分轻重 现在的邵春华你还敢得罪吗 我一向都这样羞辱他 他都不敢反抗的 难道他敢找人打我 白兔是不会突然变成豺狼的 但是问题是 他的身边现在有一只大老虎 今时不同往日了 他如今已经是汪植的对时了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你连这个都不懂 那 那就是汪植了 姑姑 你要给我出头 找汪植算账 那你也太抬决我了 跟汪植算账 你姑姑我有几条命 连望贵妃都得让她三分呢 那怎么办呢 我总不能白白挨揍吧 那你还想怎么样 叫贤妃来替你出头 别说你现在没凭没据 就是有证据 你敢指证她 日后也保管有你好受的 那 那什么呀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想再惹麻烦 你就千万别跟人说 你这个伤是被人负败的 只说是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这事是三分之后 尽管她就负责了 我说她得到 不去 你说她把它打了 不是 不去 但只不去 不是 知道我 会不会 不去 我 你 你 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了 走吧 谢谢长公 长公 其实你不用为春华出头的 那怎么行啊 你是我的对时 没有人可以对你无礼啊 我知道长公是为了我好 可是 总之以后在宫里 有我在 就没人可以欺负 好了 没事了 你先回约公去办事吧 是 找你 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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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以侠殿让贤妃娘娘选 不是吧 怎么说 也该先让万贵妃选才是啊 皇上今日常在以侠殿逗留 这世上难得的香气 让娘娘先选 不就是让皇上先收拥吗 何公公对本宫的体贴 本宫一定会记住的 得娘娘此言 奴才铭记于心 好了 本宫就选此品吧 是 那奴才先行告退 恭喜娘娘 何事可喜 何公公是后宫中出了名的凤凰 他是凤凰 凤凰 我宝不落的那只凤凰 他把贡品先拿了给贤妃娘娘挑选 证明娘娘在她心目中 比万贵妃的地位还要高呢 怎么会呢 这贵妃的头衔就比贤妃高 我怎么能和贵妃娘娘比呢 娘娘 后宫之中 头衔最高的是皇后 可是你看到王皇后 谁把她放在眼里啊 一奴婢看 用不了多久 娘娘 马上就能宠决后宫了 我也想有那么一天 曾经失忆时被人稀罗 本宫莫齿难忘 本宫再也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娘娘正如红日出生 会越来越光彩照人的 红日出生 你说的没错 那个万贵妃独妻我 那就是年老色衰了 就是 皇上只会越来越喜欢娘娘的 瞧你这张小子 对了 周太后前段时间送了我些绸缎 你就拿去 做几件新衣裳吧 谢谢娘娘赏赐 陆毕齐巧 参见贵妃娘娘 啊 谢谢娘娘 贤妃现在身受地宠 你是她身边的红人 还有时间来本宫宫中走动吗 七巧是身在曹营心在汗呢 好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汗 希望你真的是表里如一啊 七巧又怎敢欺瞒贵妃娘娘呢 好了好了 最近有什么事 值得向本宫禀告啊 娘娘 今天何公公有没有把西域进贡的香精 拿来给娘娘挑选啊 当然有 其实何公公先把贡品拿到了以下殿 让贤妃挑选 他还说 皇上近日都在贤妃身边 他尊敬贤妃 就等于尊敬皇上 何重这个老奴 竟然不把本宫放在眼里 那贤妃怎么样了 他有没有抢在本宫之前 先挑选了贡品 贤妃听到何公公这样说 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他把香精一一的秀过以后 选了自己最喜爱的那瓶 然后吩咐何公公 把剩下来的那些 拿给贵妃娘娘挑选 他难道不知道宫中规矩 不知道本宫身份地位高过他吗 奴婢当然提醒过他了 但是他说 身份有什么要紧 何公中头衔最高的是皇后 可是谁又把皇后放在眼里啊 谁得宠谁的地位就最高 这个贤妃 因为身得地宠 便可以宠决后宫 贤妃近日的确目中无人 他还说 还说什么 这 他还说 贵妃娘娘很快就年老色衰 大胆 奴婢 只是转述了贤妃娘娘的话而已 少庆子 你别以为自食年轻貌美 就可以深得地处 本宫终有一日 要把你从云端撤下来 让你知道本宫的厉害 娘娘息怒 千万别气坏了身体 祈求 在 继续替本宫 留意贤妃的举动 及时禀报 是 娘娘 奴婢先行告退了 等等 应悦 娘娘有何吩咐 区取五十两银赖 赏与祈求 是 谢贵妃娘娘 临四正 七巧来了 你下去吧 是 姑姑 怎么了 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 知道来找我 无风无浪的时候 十几天都不来请个安哪 我哪有啊 没有吗 要不是我命人三催四请 你会来见我吗 人家最近忙啊 姑姑也知道 贤妃今日受宠 宫中多了很多事情 要我打点呢 是啊 你忙 你多忙啊 近日你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的四处请客 把那些跟在你身后的宫女们 都斗得异常高兴 是吗 姑姑 不是你说 要在宫中扶摇摇直上 先得得人和 我跟他们搞好关系 对日后的前程 不是有所避意吗 你是想炫耀 还是为了将来的前程着想 我还不知道吗 我只是想知道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么多钱 长命太监到宫外买东西 四处请客 姑姑 我现在好歹也是贤妃宫中的红人 多点赏钱 有什么稀奇的 贤妃只是潘大人的义女 出身微寒 家中又有拖累 她会给你如此丰厚的奖赏吗 这有什么稀奇啊 输人不输朕 她多给我点赏钱 还不是给她脸上贴金啊 我在宫中也想有权有势有钱 但是有些事情是要量力而行 别太冒险了 小心自己撑不住 摔得粉身碎骨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小看我是办不成大事的人 还是不相信我能得到这么丰厚的赏钱啊 但事实现在就摆在面前 我现在就是有用不完的钱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经常偷偷地跑到万贵妃的宫中 你所谓何事 有何事 我曾在万贵妃宫中做事 找那边的太监和宫女闲聊几句 有什么稀奇的 闲聊 找谁 那边有哪个是你的好友 我 好了 趁贤妃娘娘还没有察觉 你最好早些收手 日后出了事 没有人可以保住你的 这个我早知道 那次我被万贵妃惩罚的时候 你保过我吗 前任我被汪氏命人毒打一顿 你又保过我吗 姑姑 你放心 出了什么事 我不会连累你的 你 我来 我要去歇一歇 皇上今晚要到李霞店 我还要张罗一番的 先走了 你 杨大哥 你现在何处 伤已经好了吗 我虽然劝你离开皇宫 以后别再回来 但是 我还是想再见到你 但我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像现在这样 心里永远记着一个人 那是很痛苦的事 你别记挂我 任我记挂你 就好了 他为什么这么不开心 难道又在想念 杨勇那小子 想又怎么样 那小子还敢进宫吗 他与我为敌 还可以活命吗 别生气 也想得住我 这次他跟他们说 怎么能随着 你 就 他 有 你的 那 你 你 什么 很美啊 是啊 月亮真漂亮 那我先回去休息吧 你别太晚睡 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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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号研 二少爷 朱伯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二少爷 我可见着你了 我可见着你了 是不是西场的人来过了 那天晚上你走了以后 我就为你担心了我 这没过两天啊 西场的人就来了 还好我没在 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有好多的锦衣卫 在外边守着 我就赶紧躲起来了 这样才没被他们抓去 我又怕你回来找我 我就每天都回来看看 二少爷 我总算是见着你了 二少爷 中伯 让你是委屈了 其实我倒是没事吧 关键是二少爷 你不能出事啊 这杨家只有你这一条根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知道 现在 西场到处在搜捕 京城不能带血去了 我得赶快躲起来 我怕你有危险 所以特地回来看看你 我没事 二少爷 你赶紧走吧 要是被他们抓住了 那麻烦可能就大了 中伯 中伯 你等等 中伯 这些钱你先拿着 你先回乡下去吧 那你呢 你放心 我会找个地方先躲起来 等风声过去了 我就来找你 二少爷 你 你就骗我吗 你是连我走 行事紧急 你照顾好你自己 二少爷 二少爷 不不 二少爷 二少爷 你听我说 二少爷 对 哎 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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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喝酒 我要喝酒 我 我要喝酒 哎 肠公你醉了 哎 肠公 肠公 我要喝 你 你拉着我 肠公你不能再喝 你拉着我 肠公 哎 肠公 我要酒 我要酒 我要喝酒 肠公 肠公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 哎 夫人 内务府里公公六十大寿 其间几位公公 再次祝贺肠公 得到夫人如此好的对食 肠公就不停地喝酒 没人能劝得住我 我的好对食 夫人 肠公 肠公 我要跟我的四十喝酒 肠公 酒马上就来 我们先进去 快 扶肠公进去 快 肠公 来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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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慢点 没事 夫人 我去拿清酒当 去吧 夫人 你在这儿就好了 让我看得见你就好 我是个太监 从我进宫以后 我就知道这条路 他不好走 但是 我不怕艰辛 不怕质苦 一心往上爬 因为我觉得 一个人只要有 你 有钱 还有权 这就什么都不怕了 但是自从你出现之后 我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才知道 我最需要的是什么 尽管我每天只能跟你见见面 跟你吃吃饭 说几句话 可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你 答应我 陪着我好吗 长公 你喝醉了 我没醉 我望之不望此生 就因为我一念之间 把你给救了 可没想到 其实是救了我自己 救了我自己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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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公睡着了 你好好照顾他 是 夫人 是 夫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